嗨 大家好 現在是星期三 下午2點24分 6月12日2019年 是不是這個 藍和醉 就賣了市傳 不是市傳 就賣了1720萬 要很快給個分數 我覺得一個4分位 反而我想問問你 你覺得你看看這裡有些燈是紅光管 上面有些經營一流一縫 問你兩個問題 對店舖的價值有什麼影響 和經營一流一縫 法例上其實是行不行的 看一看這裡 看看這間店舖 看看基本資料 老實說 樓上看到這些燈管的時候 光管就小心點 不太好 我多時做生意樓下 尤其是有品牌的時候 比較避忌一點 所以走上樓上的住戶的時候 很多時候比較雜的行業 就要小心點 我自己提報都是 由這裏下去走 通常遇到親戚朋友都斬 不會和我打招呼 又會和我外母和我老婆說 我去哪裏真的斬 做你毫無計 我已經看到這個 看看這個藍和醉 這個位置其實是大大間的 其實這個位置是1700萬就OK的大大間鋪 但始終下來了這個叫做大南街129號 那邊就是界限街 那邊的時候就說的是什麼樹街什麼樹街那些 變了這裡會比較 這一部分都是一些建材 車房 製品 有些腳底按摩 這樣便宜一點 這裡告訴你很高級短 也很壓力 所以這個位置是1720萬 97年馬進來是760萬 我就覺得是一個四分位 因為始終這一部分發展前景是一般 在網客龍大廈的時候 地在1 2 3 4 5 6 7 8 層高 一般來講九龍的地積比率是7.5倍 所以如果你已經起了8層高 它的重建時代比較弱 隨便試鏡重建時代過來收 好 先問回來 還有這件事有點不太好 你怕了 百貨百客 旁邊你看到有些危用光管 會變得比較雜 我買的店舖 如果在旁邊 上面可能是一些一流一縫 上面是一些比較嫖妓的地方 我就覺得會難一點 這店舖會不會那麼值錢 有很多人比較正當生意的 那些未必很想在樓下那裏做 影響了盆生意的形象 但記住 在香港來說 根據法例 你香港做一流一縫 你查資料的時候 就合法的 因為本身賣淫是沒有問題的 自己賣淫是沒有問題的 但只是說 人家的話 控制你 或者提供招攬生意 提供回忍服務 例如扯皮條 歸公 歸婆 這樣才是違法 我靠賣淫 控制別人去賣淫 維生就犯法了 但如果我自己賣 就沒有問題的 另外租的地方 明知他去賣淫的時候 都不行的 但那個人自己做 就沒有問題的 所以變了 這個很大的一個分別 Anyway 這就只有資質 所以要判監54年 這個又成的 還有這些 我看真的有否說漏話 就是這樣 這裏 所以這裏就說是 漫漫場所就指兩個人 這裏 漫漫場所的定義 這裏 兩個或者以上 這裏 不多說 總之這間店鋪 但是這間店鋪 試試一會 千多萬人想怎樣 不過之後 這一區的時候 告訴你發展前景很好 重新前景 這個東西的時候 暫時我暫時沒看到太多住 都比較會弱一點 因為就過回去南昌街 過到那個 過到那個 西角龍中心那裏 或者過到太子地站那邊 就會旺返很多 雖然忘記了說 如果比較複雜的行業 好像這裏 樓上一樓一縫 就是看有多少間 樓上 會打個折扣 一般我覺得 大概10%折扣 明明值2千萬 值18萬 但是很看個人 但是比我 我直接令著面走 完全不想 租也好 買也好 我完全不想 所以真的很難說 百貨百客 好像殯儀館旁 棺材館旁 我完全不想 但是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20% 30% 折扣都願意 Anyway 但是買家買了的時候 怎麼都要買 希望他買到心頭 好了他都想了很多 所以他怎麼都要買到 去買家 去買家 人四季 多少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